真的从来没有看过长得这么好看的电风扇 我们来看看40年的老宅变成什么样子 请进 大家好 我是Satchia 大家好 大家好 现在在台湾家的住宅里面 这里是我来台湾之后长大的地方 我是日本爸爸加台湾妈妈 在日本诞生的孩子 但在我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分开了 那剩下我跟我妈妈在日本很小很小很小的房子 住了好一段时间之后 在我十几岁的时候一起搬来台湾 那我妈妈也是一个人把我带大 非常的辛苦 所以今天我人生第一次送给妈妈比较大型的礼物 我想为妈妈软装潢一个舒适的客厅 那相信你们也可能有这样子的妈妈 生活在客厅 睡觉也在客厅 根本就是坐在客厅的一个人 那我就为妈妈来做孝亲客厅 那我后面这一大片窗帘呢 就是一个遮羞遮臭不服 妈妈非常勤俭持家 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人的 心理状态的表现 你可能很没有安全感 你会一直收集东西 都没有办法丢掉 就形成了一个吞雾屁 这很多人都有 到底后面有多丑呢 就是 大家要看吗 我真的不好意思 一秒 我可能会被杀 所以只是一秒 哇 有吗 有吗 真的没有看到 啊 欸啊 等一下 到处没看到到处没看到 所以知道为什么有这个窗帘了吧 这个窗帘就是因为实在是太不美观了 所以是装上去的 所以原本也完全没有这个布啦 家里就是比较老旧的设计 那你看地板就知道 你看这个 非常的楼口 就应该看得出来耶 很有年代齁 在这边之外的地方 欸我们家所有 台湾超级老旧的瓷砖 壁板都有 很台湾的不是还有 就是好多石头 的那个知道我在讲什么吗 面石子 就是家里到处都有 所以呢 就可以知道房子有多老旧了 那刚刚有提到说就是 妈妈非常勤俭持家嘛 所以呢 家里的大概大型家具啊 像这些 这个沙发 这也是亲戚给我们的 你看到的这个沙发喔 还是已经比较现代了喔 最原本也是 就是那个藤边硬邦邦 大家都不陌生嘛 对原本一开始是连沙发都没有 就是它材质我相信是很好 因为可能传统台湾的那个嘛 又是实木还有雕刻 但是你看这边这一座的话 就是皮都已经剥落成这样子了 然后这边起来有一个很吓人的东西 你看我的海报 之前讲座的时候做的 就是妈妈可能是我最大的粉丝 就把它贴在这边 就好几年了喔 其实是不是不好看 因为我有做很多讲座嘛 就还有另外一张海报是已经被我撕下来了 就这个还没撕到 然后这边也是存物屁非常典型的一个状态 而且这个已经是被整理过了喔 对啊 你看不出来喔 看不出来 欸这个我现在看已经很整齐了 就是每次收到什么礼物 它盒子太好 我都很害怕 因为就会被这样子留下来 然后就是装各种东西 我家里就是 就我出院过后 有大整理过一次 那时候丢的纸巷喔 真的有 100个以上喔 我真的不夸张 然后来家里换床的人 他都还以为 欸你们是最近刚搬进来的吗 外人进来都以为你是 你是刚搬来的 因为纸巷太多了 破了会再用这个胶带把它黏起来这样子 啊这真的是一个大工程欸 すごい気が重い 那我们软妆黄校庆客厅 开始动工吧 加油 再遇到一个问题 这边可能5公分 但是越往那边 这个宽度 越长 长宽都是斜的 沙发要来了 沙发到了 好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那我们的沙发跟按摩椅都终于进来客厅了之后呢 我要来卸下墙面的东西了 黏的还是那个中文叫什么就是 透气胶带 对啦对啦透气胶带 哇你看那这个撕下来之后墙面还要再清洁又是一回事 自己的这个讲座的海报也是回忆啦 好好收藏一下 墙面比较空 是你眼睛进入的资讯没那么多的时候 这会觉得好像房子比较大 是不是比较缩爽了 好拜拜 好再来是这个阅历还有就是不知所云的乱七八糟的东西 重点现在已经7月了 这个阅历停留在2月 所以是不是真的很没有意义 就是跨在这边 然后这个不知道什么孔雀的 这个到底是什么东西 这些东西我们就先收起来了 哇这 这太舒服了 哇真的不要挂一堆有的没的东西 然后还有这个 你看我们现在什么东西啊 坏掉都是用那个透气胶在粘有没有 这不知道在粘什么的 可能可能它打开了 好那我们电话先摆着之后再说 哇笑一跳 笑一跳 这什么东西等一下 这到底是怎样 好烦喔 清空清空 先摆到看不到的地方 之后再说 然后你看这边呢 圈起来的日期 不知道是什么 不明依依 而且9月不是还没到吗 那这个是在圈什么意思呢 9月就是要去伊兰 你要去那个伊兰喔 这是妈妈要去伊兰玩的行程 然后那个我这边边拍影片 我妈妈在后面碎碎念 不知道她在念什么 好那这个就简单了 就是没有它不简单 这个被扣住了 我的天哪 好好可以可以可以 好 还有墙壁上的东西最大最大 就是这一个 这幅山水画 它应该是很吉利的 但是这个风格实在是太强烈了 就是只要有这一个 你不管做什么 就是整个风格就会变这样 还是想要让整体有一致性 就是更娃小一点 我不知道 它还蛮重的耶 我知道了 它是不是被绳子绑住 我们这样子看 它是用绳子绑着的 对不对 我就说 我刚才已经手抬那么高了 剪断袋仪式吗 小心耶 好好好 放手吗 好像可以 好好 放手 之前我在频道上也有介绍过的 超级好拖的 这个拖板叫クイクルアイバ 你看 它都不会掉下来 喔好舒服喔 像这样子一刷就已经这样了 顺便地板也扫一下 好了 耶 好那我们原本是没有电视柜的 我们因为空间的考量 在IKEA上面买了最小最小的电视柜 是魔法 我负责整理零件 黑人就帮我组好了 哇好棒 然后你看这边就是 这样可以折羞 太杂乱的东西 我们就给它藏起来 这样子才有视觉的舒适感 讲到那个IKEA 我们好久以前有拍那个 挑战IKEA50个日文单字教学 好那我们要安装定位了 安装 吹过去吹过去 好就定位了 再过来一点好了 这样子 干净舒爽 好这边呢 其实它是40年的老宅 我们来看看40年的老宅 我们仅仅花了三天而已喔 变成什么样子 请进 哇 真的我要自己挖一下 这个真的不骗你亲朋好友进来 一定会挖 姐姐的小朋友看到照片 她说这是哪里 这是阿摩家吗 本当に劇的皮肤啊 本当に劇的皮肤啊 全能住宅改造网吗 这个皮肤有多可怕知道吗 能够现在这样子 真的是完全不同的空间了 我真的觉得影响一个屋子的 视觉最强烈最鲜明的就是 地板跟墙面 如果你地板不一样了 看起来就完全是不同的空间 我这一次用的地板呢 是地板贴喔 四年前出院之后呢 因为想要改善我的这个运气 风水那时候我就第一次接触到地板贴 他就真的是用贴的 以往的地板贴他都是比较薄的 一定要用贴的 所以是一次性 贴坏了就坏了 他也不能够重复利用 他的后续处理会比较麻烦 那现在大家可以参考的软装黄地板 大致有三种形态 第一个就是地板贴 就是我四年前第一次用的比较便宜的 然后第二个呢 是卡扣式的地板贴 好处可能是比较不会有缝隙 贴地板的这个时间也非常耗时 因为你不只要对准贴 然后你这个卡扣 你还要扣好 那第三种就是我这一次 就新发现用的 放下去就好 懒人救星的 不管是什么样的地板 会有的一个小问题 就是他要裁切 不好切 这个是真的比较耗费体力 至少我现在呢 我就只要都放上去 四个角落 稍微裁切一下就好 就是真的都没有风险 你随时想要拿起来 只要拿一个东西撬开来就可以了 然后这一次买最大的东西 就是这个沙发了 是TOKYO的家具品牌 SEA LIVING的L字型沙发 他真的很好做 它是高科技弹力海绵 然后又加石木的结构 木头是暗木跟画木 明明做起来是很弹性柔软 可是又很有支撑性 沙发啊 你要挑到一个全家人 每一个人都觉得舒服的沙发 真的很难挑 肚子是这样做起来的感受 还有这个做的深度 每个人喜欢的都不一样 我真的觉得他很厉害的地方是 他可以调节深度 他可以调整深度 你看突然又变深了 那这样子 我觉得就已经还蛮像躺着的感觉 隔壁的人他一样 还是可以坐比较浅 他的这个头枕有两个 他也可以很自由的这样子插进来 那这样就好像又变成一个小贵妃的感觉 那真正的大贵妃L字型的L的部分来了 他也是可以再更往后的 而且这个贵妃啊 其实他可以同时容纳两个人 所以我觉得这张沙发呢 可以坐很多人 你不觉得这个沙发有点买太大了 对 其实我一开始也很怕 也这么觉得 因为按照他官网的摆放的话呢 客厅会寸步难行 其实它L的部分 两边是可以拆开的 所以我们现在的摆放方式呢 是把沙发的这两个部分 自己把它拆开 海列组合一下之后 很适合我们视觉空间又很大了 白色的话很容易找 可是最受欢迎的颜色也是白色 但是呢 它是商房猫抓布 就是防水防油防污的 这一次悬他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因为以前的这个客厅空间实在是太杂乱了 然后完全不可能摆扫地机器人 因为有太多阻碍了嘛 地板是随时好清洁好拖的 它从地面上这边有15公分的空间 所以扫地机器人可以轻松的出入 要好清洁这一点也是改造客厅的一大重点 那因为我们上一个沙发已经20年了 希望这个沙发可以陪我们度过下个20年 那因为我们客厅的空间没有那么大的关系 所以桌子呢也是选了面积比较小一点的 那它其实是两张去给它拼成一个大桌子的 就它可以很灵活可以变成每一个人的编桌 这样子 那这个桌子我是在淘宝买自己组装的 一个差不多700块 所以这个桌子底下也是很高的 就可以很轻松的清洁 这个沙发这么大不是我应该要10万 它原本也是6万多 但现在是55800 就是我觉得以这个面积 然后这个材质很不错 这里地板呢 地板的话我是在虾皮买的 我买了70片 用了一些小折扣之后 10212块 那因为这边窗帘比较单调的关系 所以用了点小巧思在这边打光 就比较有层次一点 这个是我比较久以前买的 就搬过来这边 然后这边是客厅的主视觉墙了 但是这边这个油漆就来不及刷 就先这样之后再刷 这个电视柜啊 是在IKEA买的1499 这里面放一些就是健身环啊 有的没的 那会挑这个是因为想说就性色搭配这个浅灰色 那我们要挑比较小巧不要太大的电视柜 然后旁边摆了这个酷炫的小东西 来好好介绍一下 你看它是一盏漂亮的灯 对不对 但它其实是电风扇 我人生第一次对电风扇一见钟情 平常不吹呢 它就可以当一个完美漂亮的美型灯 然后你要一边吹一边有灯也可以 那这个是TOKYO的叫Health Pit 美型立灯DC智能循环扇 它不管是上下摆动还是左右啊 控制自如就是什么30度 60度90度120度 你可以设定只有上下还是只有左右 还是上下左右一起来 然后吹的时候不想要有灯也当然没问题 它灯是三段式的可以定时之外 它模式也有三种模式 那它的这个遥控器也是磁吸的 它可以拆卸了 大家拆一拆它可以干嘛 它有棉片竟然可以滴精油 你有听过电风扇还可以扩箱的吗 我真的第一次看到 挂的那种就不算了 就是它自带棉片然后这个位置 这安装超简单 因为它也是磁吸的 天然精油薄荷味道 虽然说是薄荷 它其实很像森林系的那种味道 我来滴咯 现在风是4度的风而已喔 那它的风数有12段 现在才4而已 我就已经有感觉它的凉了 那我们直接试到12给大家看 真的风很强 就是你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够吹到 而且还带着你喜欢的精油的味道 就它的这个磁吸的设计我觉得真的太棒了 那因为我真的太喜欢这个电风扇了 所以我就去拜托它们让我团购 那它的原价不便宜是3680 3680也是蛮便宜的 就是真的从来没有看过长得这么好看的 电风扇颜值这么高的 然后还可以当灯用 就原本3680只要 真的很划算超级值得 除了它的机能性之外 还有这个美观性 你不吹放在那边也很漂亮 因为通常电风扇都是 你如果想要拍照还是干嘛 你就会想要尽量挪开的一个东西 摆在那边就很好看 散心悦目 那这两个画呢 就是配合木头的地板 就是在HOLAN买的 你看这个是线喔 很好玩 我会觉得这个很特别 好像第一次看到这样子的画 密体触感画 啊 本当 めっちゃ 気持 我母亲が座ってすぐ寝ちゃった時 正直そんなにって思ったけど 今座ってみて本当によくわかった これ自然と瞼閉じちゃうね 哇 気持ちいい なんでこんなに気持ちいいの? 你不要跟我讲日文を听不懂 我跟你说 你从来都没有好好跟我学过日文 你真的不是我的学生 我的学生都已经早就考过N1了 这个是今天的中頭戏 就是我跟我妈妈 夢寐以求的按摩椅 HOKUYO出的HealthPit 这个牌子 是日本精品按摩喔 是现在最新最新的款 这个月才刚上市 它叫御守之座按摩椅 它有15種自動模式 135公分長的轨道喔 軌道長能夠幹嘛? 可以按到的部分更多啊 下面的这个轨道 還是裡面的轨道? 滾輪的这个轨道啊 很長 那可以按到你的身体 三万块到二十几万块的 通通都去试按过了 这一台最舒服 因为我跟我妈妈都觉得 反而我们去按的二十几万的那一台 我们两个刚好 刚好都没有觉得那么舒服 那这台只要它的四分之一的价格 因为我妈妈从去年看了又看 但是又一直买不下手 另一方面就是买了也没地方摆 原本家里的空间那个样子 你就算买了按摩椅 根本摆不进来 势必一定要把沙发跟家具都得换掉 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我们今天终于做到了 通常我妈妈觉得舒服的按摩椅 我就会觉得没有那么舒服 那我觉得舒服的按摩椅 对她来说就不会是最舒服的 我们两个的身形差太多了 因为我很瘦 所以很多按摩椅的滚轮 我很容易觉得很痛 而且有一些滚轮 就会让我觉得很尖的感觉 甚至我之前试做各家的时候 我有按到瘀青过 按了越药酸背痛这样子 但是那一台是我妈妈觉得很舒服的 那我妈妈比较胖 那本身她也比较喜欢力道重一点的 那她都是全自动的 她有15种模式嘛 那前五种都在这边可以操控 她还有一些是 喔 特别给长辈 还是说是 欸 运动完后 特别是针对 运动后肌肉舒缓的 还有特别帮助助眠入眠 让你全身放松的一些功能 然后她的手感啊也有五种 指压啊 揉捏啊 超级啊 除了这个手感之外 也会有这个气压 帮你一起手部这边脚啊 然后肩膀全身性的包覆的好好的 然后还有现在很尤其这个蓝牙音响在旁 拼你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这一切 然后她的滚轮啊 连宽度喔 然后这个上下 然后强度要多少啊 速度要多少啊 都可以很细致的去控制 她还有一个健康管理的功能 她可以测你的血氧跟心率 就不管是长辈还是年轻人 欸 你按摩的时候 欸 就可以随时 侦测一下你这个健康状况 那除了面板之外 这边也有好几个件是很直觉控制 一些更常用的功能 就是跟面板是相通的 然后像这个旋钮啊 就是超级直觉的控制 看你要躺到哪就躺到哪 躲痒就躲痒 这一台居然可以同时满足我这个瘦子 跟肉多多的妈妈 是做过那么多台 第一台同时可以满足我们两个的 本来买按摩也就是想要给妈妈的 就想说她舒服就好我自己就算了 欸 我没想到我坐上来居然会这么舒服 那我妈妈一坐上来就下不来了 她一天就按了五六次欸 会太夸张吗? 我真的可以在这里坐上来 而且我发现这几天 我妈妈半夜都坐在按摩椅上面睡着 真的离不开了 好 那我们40年的老宅 孝亲客厅大改造 大家觉得有成功吗? 你们会觉得喜欢吗? 我个人是觉得已经很满意了啦 而且我们这次总共才花 就是金额好到手上 看这边看这边 那这次慰绕妈妈希望她也会喜欢 那大家有任何意见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那如果你觉得我们客厅改造的有诚意 帮我们影片按赞分享 那我们还有其他的类别影片也欢迎看看 然后也有用Facebook Instagram社群 分享台日生活大小事 也欢迎追踪 那我们下集影片再见 拜拜